我们回来讲财经焦点 财经焦点带你来关系的是 中国的经济到底如何呢 在今年又公布了最新的经济数字 而且这个数字非常重要 它所公布的是PMI制造业指数 制造业指数已经是连续 虽然稍微微升到49 但仍然在50的融枯线之下 换句话也就是说 已经连续三个月陷入萎缩了 蔡总 今天上半年股市的收盘 亚洲股市涨幅第一名是日本涨28% 第二名是台湾 台湾涨了2800点 涨幅20% 大陆股市只有涨不到4% 为什么 经济很惨 今天公布了六月份的PMI 首先我们看一下 比较重要的是制造业的PMI 49% 大家可以看这个图 连续三个月在融枯线50以下 代表经济的萎缩 那灰制造业的PMI的话 虽然有53.2 但是你看那个线图 它是今年的最低 一路往下 从58.2一路走到53.2 所以中国今年的GDP 因为去年封城 大家认为说基企比较低 所以今年应该要很高 那原本大家都顾到 今年GDP是5.5% 现在可能要修到5.2% 但中国经济 这个低迷之后 也有一些乱象 第一个乱象 就是说 最近中国很奇怪 那个中药材一直在涨价 中药材的指数 光六月一个月一标了10% 中药材还有中药材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 光光六月狂标了10个百分点 据说现在在中国大陆 你买当归很贵 当归一个月涨60% 吓死了呢 对啊 那大家会讲说 这个中药材价格贵什么时候 那做中药材的公司 不就大花力士吗 错 东北的人参大王 有一家公司叫 吉林紫星药业 东北有三宝嘛 人参掉皮乌拉草 所以这家公司 最主要就是收购 东北吉林省的人参 大概整个吉林省的人参 三分之一的收购 都是这个吉林紫星药业 把它收购了 非常大的公司 对啊 现在不是那个吗 它叫人参大王啊 现在中药材这么高 涨这么多 它应该很好啊 但你看它的股价 在A股 六月连续 哪有这种股票 连续呢 你看我们圈起来 那个一点一点 那个是跌停的 你可能看不清楚 等等等等 黑跌停啦 我算过了22个 22跟跌停板 要下市了 下市啦 为什么 中国经济现在 因为人参 中药材这种动物 不可能便宜嘛 太贵了 涨到这么高的时候 有行无事 一般人怎么样 消费不起 但是据说他们公司库存很多 几十亿库存 就是被库存压垮啊 你现在没人买嘛 库存多少 库存 六十亿 六十亿 六十亿人民币啦 台并有200多亿 然后呢 基确员工 因为没有客户来买啊 所以没有现金流啊 所以基确员工的薪水 九千万人民币啊 那东西也要倒闭 那应该现在领人生回家好了 美金时的领人生回家 我们看 毕竟吃得起重要材料 有点年纪啊 我们看年轻人 中国在16岁到24岁这个地方 青年的失业率 五月份是20.8% 什么概念就五个 就一个没头了 找不到工作 那你知道年轻人 最喜欢去乐园 有钱有闲嘛 去那儿消费 结果现在居然有一家乐园 要倒闭 这个在哪里啊 江西的大千世界梦幻乐园 其实它还蛮厉害 它那个面积蛮大的 1.6倍的这个东京迪士尼 然后呢花了15亿的人民币 盖了11座的这个主题乐园 当时还不错 国家把它评为4A 4A的一个景区 景点也不错 但是呢 你现在看看 我们这个画面 这是现在的画面 整个园区 没半的人 店铺 本来店铺嘛 店铺前面都涨满了这个杂草重生 你看 这个园区倒闭了 倒闭了 它是晃迪士奈 它里面的乐园 都是模仿那个迪士奈 山寨迪士尼乐园 对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中国的这个游乐园 应该本来是 很多人去了 现在没有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消费能力 重点是没有消费能力 所以不管是 东北人参王的下市 还是游乐园的倒闭 讲的都是消费力 我们刚开场也看到了 有两个重要的指数 一个是跟消费息相关的 一个是跟制造业息相关 那我们回来讲制造 消费力激弱不振 那么制造呢 也很惨 特别是美国又在出手了 我们在前两天有谈到 NVIDIA啦 AMD 这些跟AI有关的晶片 通通全线封锁 不能出了 那么现在雪上加霜的事 美国出手之后的 荷兰也出重拳了 艾斯莫尔已经正式宣布 确定全线所有的光刻机 也都不能出货了 现在连D级也不能出了 对 今天就在今天6月30号 荷兰政府会最新的宣布 之前比较高阶的EUV 已经不能卖到中国 现在DUV也不行 这样的光刻机 也不要卖给中国 他们美国还有荷兰锁定 6座的中国的金源厂 最重要就是中芯国际 现在美国会颁布一个命令 你所有全世界 不管你哪一个国家 你的半导体设备或者材料 用到一点点美国的技术 都不准卖到中国 这个真的影响很大 所以听说最严重的是日本 日本马上企业 也要颁布相同的命令 那美国都是14到16奈米 以下的先进制产 日本连45奈米都不准 45奈米不准 对 这个可能会重创中国 那大家观众叫我说 你说这个台中 反正我没要台中高票 我告诉你会影响台湾 会影响台湾 我来跟各位解释 这一连算的封锁的话 我们先看A股的金颜双雄 他们也有金颜双雄 中芯国际 华红半导体 华红半导体是弃 为什么 因为大基金 政府的基金刚注资30亿人并 给华红 华红撑住 A股我们来看 我们的联勇打到大跌6.17% 躺平 联勇 仅次于联花科 台湾第二大的IC设计 全球前十名 为什么 我来解释这个逻辑 现在美国日本的河南 不是打压中国的先进制程吗 那我们台湾有人受惠 台积电 没人会拼 台积电做三星制程 你看台积电今天的股价 本来跌破月线 华红 自己挖起来 3块 挖起来 但是 那中国家 那没办法 我只有做成熟制程 低阶的 我全力做成熟制程 所以做成熟制程的时候 你来看DDI 就是那个DriveIC 其中IC 中国的半导体其中 厦门通货 现在传出订单满手 因为它接不完 它做这个 这个只要用成熟制程 就可以做这个 其中IC 那打到谁 打到我们联勇 也有做DDI 因为联勇 它还是有相当 一部分的业务 在中国的客户 这些客户就叫 中国的这些业者 把它抢走了 所以打 你看3034 因为他们现在也只能做成熟制程 所以在这边用拼命抢占 所以观众再看一下 3034的这个联勇 这么好的公司 看它的K线 K线 莫名其妙 你看看K线 打一根破敌 然后还有一个跳空 你看那个跳空 今天就跳空的缺口 那就跟这个事情的影响有关 所以今天不是只有联勇 只要做那个驱动IC 有中国业务的股价都没有表现 那我回来看新闻 来问一下蔡总 那长江存储在今天呛下了 他怎么说呢 他说要供应商 把过去遭美国金融的设备 通通买回来 这样有没有效 不可能嘛 人家已经卖给你了嘛 对不对 我东西都交给你了 然后禁用是在后来发生的 现在长江存储是说 你没理解他买回来 买回来 他要再拿一个现金回来 我觉得这个就凸显出来 中国的半导体 现在真的被美国 日本荷兰打压 先不不 然后再来 看东西吧 我们下集完 小义 我们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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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完 如果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 我们下集完